2021年7月1号 彰化秀水张鹿鹿六段 知名的家具佛具雕刻一条街 发生火警 浓密黑烟往上窜 其中一间家具康陷入火海 加上都是艺燃物品 火市迅速燃烧 一共就延烧了五间店 经过了两年 在当时火灾地点有受害的雕刻店家 向朋友借钱 重新开点营业 不过事后调查 火警起因是一家印尼风味小吃店 王姓老板娘煮饭用火不剩 他在用瓦斯煮饭锅煮饭之后 他没有将瓦斯煮饭锅的控制键 拉起关闭火源 也没有将瓦斯钢瓶做关闭 导致瓦斯外泄 判权被告要赔算原告830万元 城乡城乡公共品就一两千万了 厂房没算在那 就大概八千多万了 雕刻店只是第一间提求偿的店家 而光是一间店就要赔830万 还有其余四间店 而小时间的老板娘 从印尼嫁来台湾 离婚后补养两个小孩 当地的乡长也是地主之一 同情他的遭遇 已经打算自己吞下这笔损失 王姓老板娘2018年开始 以一万五的租金租下了25坪的店面 经营小吃店维生 没想到因为疏忽导致火灾 现在还得面临巨额赔偿 今天新闻的城市中张花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